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因為多場違建大火 就在困難燒掉多條人命 鐵灣寄出違建追殺令 命令只要建物所有權移轉 都要附上建築師背書 三個月內沒有違建的證明 會隨機抽查10% 規定讓建築師非常納悶 這些他已經建造剛完成的建築物 是沒有做一些違章的動作 那這個這樣的規定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比較不合理的是說 將來之後在轉售的時候 還要叫人家去提供 這樣的一個證明 建築處業務卻要建築師背書 讓少數不孝建築師 為了謀利偽造證明 像是萬華區一戶新房 明明有蓋遮宇棚 往新建築師卻簽章 證明沒有違建 然而遮宇棚用肉眼就看得到 被建築處抓包 建築師依偽造文書 被判處三個月徒刑 並支付6萬元的罰金 像這個案子划6萬 其實划6萬的話 你如果一件千個6千塊 或者是幾萬塊的話 也許幾件它就平衡過來 被市府口中的違建 包含頂樓架蓋 陽台外推 甚至家莊鐵窗 都屬於違建 建商為了穩定房價 推出隱形鐵窗 它確實對於一些 可能家中與小朋友的一個家庭 它其實是可以達到防護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一類的一個 所謂的隱形鐵窗 這樣的一個設計 一個層次上面來說的話 如果說整個大樓 它是用同樣的一個款式 確實可能對於房價的部分來說 是會有一些加分的一個條件 只是鐵灣政策缺乏配套 號稱30年拆不完的違建 不能只靠建築師背書 三星人注意您方向台北報導